哎呦聊四季 天天龍星 大家好 我是雷喲 今天要來看法蘭克人對象薩拉森人 這套比賽是TNT的阿拉伯地圖 先紹一下紅方選擇不為民視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在最近的頻道裡常常出現 先稍微簡單介紹 他採果子的速度是遊戲最快的 而且農田是免費升級的 有著名的192遊俠 選用192滴血 後期的法蘭克人 主打槍兵配上遊俠還有槍火砲 通常是主力 接下來介紹一下薩拉森人 薩拉森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四季 造價非常便宜 而且買賣的成本也相較來說是比較低一些 他的駱駝的血量 是有失一面最多血量的駱駝文明 他的奴隸兵血量也可以高達133滴血 非常的厚 後期的薩拉森人主要是什麼都能打 但是他前期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會比較辛苦一點 後期的話也有大衝車 火炮 馬弓 步弓 駱駝 努力兵 都可以使用 這些都是薩拉森 蠻厲害的地方 那我們先稍微看一下兩邊的玩家 是藍方 是優 是中國第一人 非常強大的玩家 優應該是世界前三還前四強 應該是跑不掉了吧 再來是HERA HERA的話是目前 大家覺得他實力是超越viper的玩家 也是公認的世界冠軍等級 一位頂尖選手 那HERA這班是玩法蘭克人對上薩拉森人 那開局來說 法蘭克人打薩拉森人 本身就是弱勢開局的文明 畢竟法蘭克人他的遊俠呢 是會被奴隸兵的魚 奴隸兵給壓制住的 就算不打奴隸兵 打這個駱駝 也會把法蘭克人吃得死死的 畢竟血量夠多 夠坦 那薩拉森人的打法呢 他的弱點就是沒有經濟加深 所以目前可以預見 HERA可能會打一波快攻 然後讓薩拉森人的經濟越慘 那他就能越打出優勢來 所以前期可能可以看到什麼 落馬快攻或者是一個法蘭克前壓寶策略 這個都是比較適合法蘭克人的快攻 那目前看到右這邊是開始推路了 那地圖方面看起來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裡面有一塊野金石頭也在裡面 這塊附近在外面比較尷尬一點 那HERA這邊呢 黃金右邊右邊都還行 而且野金也在左右邊 看起來地圖也OK 地圖要小微的話也不會太困難 大微的話也OK 小微的話就這樣子圍過來 圍過來 這裡圍死 那大微的話就燒這樣子圍 這樣圍 這樣圍 好那目前看到大拉森人 這邊是典下的封建時代 木頭的配置是石木配置 因為沒有任何經濟加成關係 只要是那種義大利人啊 或者是馬扎爾 這種沒有經濟加成的文明 配石木的話會讓你灑農田 灑得再更快一些 那九木跟八木的配置呢 都算是正常的 那八木來說是有點少 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九木 這個中間值 那這樣子我們沒有經濟加成的話 大家簡單記 石木配就OK了 好那果不其然 法蘭克這邊是打一個槍兵 然後配上毛兵 欸結果不是打肉馬 哎呀 槍兵配肉馬 槍矛前鴨 那槍矛前鴨最強的文明 是這個敗戰體能 那硬家呢 其實槍矛前鴨也是蠻厲害的 畢竟有這個死無消耗減免 那法蘭克人打槍矛前鴨的優勢 並不是太明顯 但是對上薩拉森人 這種沒有經濟加成的文明 其實也算是蠻不錯用的 那薩拉森這邊可能就要先轉出一些毛兵 槍兵 槍兵先稍微出一下 落馬的部分 可能如果要出的話 就是去Hera家裡騷擾 OK有 可在家裡騷擾沒問題 那防守方面呢 還是要靠毛兵 才有可能擋得住 靠槍兵的話是很難扛住 對方法蘭克的毛兵的 這裡肉馬也在撈 後面補了石頭 決定直接要來插箭塔防守 槍矛前鴨給的壓力太大 挖石頭防守會更輕鬆一點 這邊木頭開始挖 毛兵開始在量產了 但村民不太想要理這些垃圾兵 因為垃圾兵傷害太低了 所以其實村民不太理 毛兵中了出來 先換掉了一隻槍兵 這隻殘血的村民可能被收掉 手殺石油Hera拿下的 這邊槍兵跟毛兵繼續騷擾 村民拉了一隻去打毛兵 毛兵這邊高打低 打到右這邊的毛兵傷害很高 但是上方有一隻肉馬 來補掉了剩下的毛兵 沒有問題守住了 這邊五個人挖石頭 買賣一下 點到了城堡時代 這個是薩森買賣流 這邊要一個人繼續挖石頭 要來挖城鎮中心的石頭出來 這邊經濟調配一下 把石頭四個人拉回來挖黃金 這邊要鬼轉一波工兵的樣子 那如果要打工兵的話 待會再補一個射箭場會比較好 這裡面 OK 補一個射箭場 打布弓 布弓這個單位 薩拉生人的布弓很厲害 打這個建築物的傷害特別高 尤其是在封建時代 破木牆的速度特別快 但薩拉生人這邊城堡是在打布弓 也不是說布弓 只是現在要成型起來會很困難 因為法蘭克人這邊容易打騎士 而且這個時候布弓的速度都堆疊起來 對 布弓直接打馬弓 不然你騎士很容易被騎士騎著打 布弓的部分 但馬弓的話就沒有這個問題 OK 法蘭克人果然是打一個快弓 前壓寶 絕對不能讓薩拉生人打到後期 也要在前期就把對方打死 好 又這邊轉出了工兵單位 走一個馬弓路線 但這裡也沒有打算要把這個房子給滴掉嗎 對啊 這個滴掉一下也比較好設 但城堡還是要被蓋起來了70幾% 這邊是要回歸五個人挖 可能要更多人 先趕快挖水一棟 蓋在這個位置 或是這個位置都可以 這個位置可能會好一點 畢竟可以守護到黃金 但蓋這個位置優點 就可以直接阻止對方直接從這裡進來 所以這邊就要看右會怎麼決定 好 這裡補了一個工程器造索 想要把這個城堡設成範圍內的 這個建築全部堵掉 後面補木頭 待會這裡可以補一個城鎮中心 那石頭要繼續趕快挖 馬弓的部分呢 趕快到法蘭克家裡騷牢 法蘭克家裡已經有補了一根城堡 放在祖金的位置 那這邊要趕快轉戰毛兵囉 遇到馬弓路線的薩拉生了 戰毛是一定要轉的 那為什麼這裡不能轉騎士 是因為HERA這邊是已經投資了太多人去挖石頭 那挖石頭傷經濟這件事情 是現在常常看頻道的人 我們觀眾應該都是知道的 所以他現在太傷經濟的關係 九個人挖石頭代表他 少了九片田或是九個人挖木頭 所以這個農田數量跟挖紅線數量自然就會少一些 要量產這個騎士出來是偏困難的 那轉戰毛病的話 防守壓力就會小一點 而且他這邊還在繼續前壓 這個寶沒有打算要停耶 哇 結果薩拉生這邊還來不及挖水洞城堡 金就要被控住了 那沒有辦法 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是往後撤了 而且對方有這個投石車的關係 沒有辦法讓他繼續蓋這個城堡在前線 但其實蓋城堡對方有投石車 就很容易被反制回去 那如果上方有一個工程器製造所的話 那待會這邊高地再蓋跟堡 可以稍微守住對方的壓制 那像是開破地形的 所以還是防守會有點問題 那這邊馬弓 看起來是做不到太多事情的感覺了 這邊分兩隊馬弓 這裡補一根劍塔 馬安克果然是打一個前壓寶 想要讓薩拉斯人有一個很好的發育時間 這邊肉馬看到這裡挖金礦 著想一下 後面補一根城堡 但沒有補在高地 在更平地的地方 這邊先射掉這隻肉馬先 但是又被抓掉了一隻村民 村民處目前是50村 對上55村 法安克目前優勢 雙TC開農 薩拉斯人只有單TC 這裡也可以開一個城市中心如何 這裡開一個比較安心 這邊要插一個哨塔 避免被對方蓋成了這個位置 那目前馬弓還是可以有空圖的優勢在 中間請撿了三個聖物 反克還沒有點地龍時代 還在繼續開農 薩拉斯人打的是買賣流 把這個資源買賣上去 接著我們剛剛有提到 薩拉斯人的四級買賣 資源價格更優惠 買賣沒那麼到非常傷心器 當然我買賣還是有傷害 那這邊開始轉出奴隸兵 阿布奴隸兵 OK 收掉了這台投資車 後方馬弓還在燒的當中 法安克並沒有轉出戰毛兵 沒有轉戰毛的話 這裡就還是會繼續被馬弓這樣被秀 但有二級射了 這個城堡射程夠遠 投資車過來 可以開始砸掉前方的城鎮中心 下方的投資車可以趕快拉 努力兵解掉 好 生到地龍時代 巨型投資機開始 產生出來 前方的投資車 想要解一下這台投資車 OK 應該可以解得掉 NICE 努力兵出來了 努力兵是屬於近戰單位的傷害 打衝車的傷害也是特別高 好 直接在你家起城鎮中心 然後開始挖石頭 然後又也在上旁挖了一個 開了一個城鎮中心 你挖我的我也挖你的 但是你前面的寶 會被我巨頭全部拆掉 3TC 樹上帝王 殺生 反式連環寶 這個策略相當OK 好 那有一種寶之後 開始碰我插你寶 那你家裡的城鎮中心 也會被壓制住 待會巨頭出來 下方城堡也會掉 現在法蘭克人要趕快升到地龍時代 然後趕快補一個大學 大學有補了 那補大學呢 待會是升到地龍時代 馬上要補火炮 才可以阻止殺生 再繼續反制 那不補火炮的話 一定要轉騎士 那現在騎士的攻防 升上去也需要一段時間 重裝騎士有效 需要支援量是需要更多的 好 那目前法蘭克人 這邊是打算使用老頭 這個僧侶單位 去反制奴隸兵的 那奴隸兵確實也蠻害怕 著想的 但是自己有馬功 所以如果馬功能夠幫助奴隸兵 掩護的話 我覺得問題不太大 馬功配奴隸兵 不打法薩達聖人士很強勢 算是可以打贏大部分的馬國 但也要成型才行 薩達聖人士沒有任何的精進加成 好 這邊直接解掉這根堡 農田裡的村民會有點危險 這塊區域的村民都會 有點尷尬 好 這邊直接解一波 五個奴隸兵配上五隻馬功 好 巨型頭司機繼續開拆 下方的層次弄性也在弄 現在是4TC開弄 但村民處來說還是法蘭克人這邊優先 點到了帝王世代之後 村民處也是領先 現在大約20村左右 OK 轉出了重裝騎士 直接硬扛著城堡的傷害 但這邊有彈道學 想要用秀操作 讓對方彈道學的射程 這個有點射歪的感覺 這就是我也在直播常常用的一個小技巧 就是讓被集火的騎士稍微抖動 讓自己的其他騎士可以安全的輸出 OK 最後還是可以解得掉 欸 差兩道你不解嗎 你要確定一點 OK 解掉 能躲掉嗎 唉唷 細節 死了 這個沒躲掉 這種細節 都是玩久的玩家 都可以去嘗試秀下操作 往往可以騙到很多箭矢傷害 好 那薩拉三人補下第五個城鎮中心 想要把自己的經濟直接拉到最好 但是工程方便了 也沒有帶倦 這個馬公加奴隸兵 也是衝到了法蘭克家裡的農田 法蘭克這邊是直接轉出火炮 並沒有轉出巨型投射機 畢竟自己的城堡已經被拆光光了 遇到朝降大軍 法蘭克還是有點優勢 畢竟有解釋思想 這些老頭科技也算是蠻充足的 並沒有太尷尬 應該有的都有 二級馬台點下 那法蘭克人的老頭呢 算是... 怎麼說 就是他不能有救贖思想 也沒有這個贖罪思想的關係 所以他招工程系來說是稍微弱勢一點點 按照單位來說他是很OK的 來這邊看一下招翔 才是招到了三隻單位 後方的老頭繼續招翔 但老頭已經死了四隻 這一波交換不算賺也不算虧了 而且火炮有活下來 可以繼續反制 但這邊巨型投司機架的喜拉居 火炮會中嗎 中了 哪次不中 右邊殺生的村民直接被抓掉 這邊重裝騎士屠殺了大概七隻村民 下方偷偷補了一根城堡 不知道又會不會發現 這裡有一根城堡在這裡 直接過來看到蓋城堡的村民 後方是重裝騎士想要阻止 有機會嗎 來到50% 看起來是沒有辦法蓋好了 上方騎士沒有辦法就去騷擾嗎 看到老頭選擇拉走 城堡直接取消掉 不然是沒有辦法蓋好了 村民也應該是難討意死 馬弓移動速度很快 結果 後方成任 這個工程器造屬 直接阻止了 前方還有四個老頭繼續招牆 法蘭克轉重裝騎士的話 那薩拉上人就很簡單 就去走馬弓配上奴隸兵 就可以了 那配馬弓用意 是不要讓對方太單純 就可以直接爆馬壓制住 而且奴隸兵有個缺點 他的攻擊速度是比勇俠的攻擊速度 還要慢的 要把這邊操作食物 但是沒有想要繼續砍城鎮中西下方的村民 現在拉走 補下了勇俠 保持一下騎士的數量 火炮來到了兩台 稍微躲避了一下巨型投石機的射程 沙山一補下肉馬 沙山本身也是有大肉馬的文明 他有大肉馬 也有火炮 也有大衝車 而且還有這個強力的重型投石車 所以沙山後期真的是想打啥就打啥 老頭科技基本上也是全滿的 而且還有這個範圍補血效果 尤俠合一分半 這邊騎士還在繞 剩下9隻 老頭射掉 但左邊這根沉鎮中心 射掉了很多馬工的喔 巨頭架起來 右邊這一坨重頭騎士 趕快纏一些努力兵過來擋 應該就可以擋不住了 好 留下了一分鐘 哇 巨型投石機沒人防守 這裡可能會被貼上去 換掉 好 看來也不用防了 好短一點 拉走 OK 老頭招翔 OK 沒有屬對思想 老頭不用擔心被招 好 但馬工還是要拉扯一下 不然會被招翔掉 3級的弓兵鎧甲也要提升上去了 遊俠這邊升級好了 遊俠打馬工 3級馬卡也有 現在坦度還不錯 180滴血 加上20%血量加成 192遊俠 已經誕生了 好 看到這麼大量的遊俠 沙拉車人開始鬼轉一波奴隸兵 但剛剛升級的東西 都是升級工兵鎧甲 所以奴隸兵現在是一張白板 沒有提升任何的素質 8加0 3加0 而且血量上還沒有升級到基金隊 所以是120D型 好 遊俠往下追 看到城堡往後拉 好 正方的城堡終於用火炮給拆掉了 這邊農田可以復根 不然會開始把自己的領地給搶了回來 好 三級工也補好了 三攻三防 遊俠 想要包 帶馬工還是會跑 好 而且這邊馬工已經齊殺了27隻單位了 非常多 但奴隸兵數量越來越多 來到了13隻 這些數量量沒有問題 可以打得贏遊俠才對 但這邊沒有在空 沒有空的話很容易被遊俠直接吃光 OK 果然攻速差距喔 還是很容易打輸遊俠的 一定要稍微拉打 奴隸兵的優勢就是他有三攻的射程 用這個三攻射程進行拉打 打遊俠是很好打的 好 射擊後方 先點掉老頭 好 用輕騎兵去抓火炮 火炮血量很殘 抓掉離起來 還行 正前方的老頭也是全部被射倒 這邊馬工 踏了這個遊俠 進到了城堡的射程範圍內 這邊看貓 進個宅口 進這個宅口 射擊高打滴 稍微反擊一下也OK 進階口沒有要反擊直接走掉 繼續讓城堡輸出就行 看這邊赫拉直接打出了GG 上方的駱駝 不是駱駝 這個奴隸兵直接吃掉遊俠了嗎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在看這一坨 這邊重想有點快 好 看一下這一坨 這一坨是怎麼解的呢 好 這邊奴隸兵 奴隸兵高打滴 直接輸出 打爆了大量遊俠 哇 高打滴傷很高 躲了一下火炮的傷害 再往後去拉扯 好 後面奴隸兵跟了過來 直接吃掉了城堡的遊俠 這邊HERA看到這一幕直接行動 沒有辦法可以反刺這一坨奴隸兵 而且是精銳版本的 只能打出GG 那後期法蘭克人要打殺生人 出戰毛兵也不行 因為戰毛兵以前的話 是可以用戰毛兵反刺回去的 那現在的版本喔 他的馬鎧呢 是這個奇兵鎧甲 那是可以用駱駝反刺回去奴隸兵的 那奴隸兵打駱駝呢 則是沒有額外增傷的 但法蘭克是沒有駱駝的文明 打這個奴隸兵呢 基本上只能使用工程器 或者是工兵 工兵單位 或者是指輔兵 才有可能打得贏喔 但指輔兵互打的話 基本上也不太可能 因為對方有馬弓喔 所以指輔兵這個選項也是不成立的 能打的東西 就只剩下奴炮投實測喔 那這兩個東西的話 薩拉生人又有救贖思想 反之的話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到大後期的薩拉生人喔 基本上想打什麼就打什麼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法蘭克人拿下了 大概約6000多的資源 快要7000 軍事方面呢 則是拿到1.31的KD喔 真不愧是薩拉生喔 薩拉生終究還是 克制住法蘭克人這個文明喔 那我覺得會讓 這波已經打得很不錯喔 前期的前壓也確實做到了 法蘭克打薩拉生的重點喔 該打的戰術都打出來了 但說實在的 又這邊轉兵轉得很好 沒有打步功 直接轉馬功 好 應對法蘭克人的騎士 然後後面再轉出奴隸兵喔 就可以完整吃掉法蘭克所有的兵種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